现代生活 大家开车出行免不了有些磕磕碰碰 总有一些交通事故发生 但是呢 有的人这个对待事故的态度就完全不一样 这位广州的法拉利女车主自己追尾了 还得叫什么了 富德里还不饶人 这个骂骂咧咧 在路上就对这个前车的车主 是个马自达的车主 骂骂咧咧 骂人家臭屌丝 这个不允许人家录音录像 这个最后还说我有关系 我要愣死你 是吧 完了以后呢 还因为这个处理完了以后 他还用短信的方式威胁这个车主 还要有什么律师的对话的截图啊什么的 总之就一副很了不得的样子 这样的女士呢 肯定这做这样的事情就证明了他并没有精神上的问题 所以一开始大家说啊 路路正路路正 但是这个女孩子确实是非常的不理智呢 同时呢 她的思想也出了问题 这就是灰州燕第二呀 我相信这个时候已经网民们不答应了 所以呢 陆陆续续这位法拉女女孩的前世今生 她的背景 她的社会关系可能都会被揭露出来 所以呢 对这样的人呢 大家不要姑息 但凡有一点点支言片语的消息 都欢迎在我的这个视频下方留言 告诉我们 让大家认清这样的一个法拉女女的真面目 词曲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